爱宝究竟有多聪明呢 每次赌门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还没生双胞胎时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炎热不舒服 想下班的爱宝轻轻地抠门特别温柔拘谨 非常乖小心翼翼的 看上去让人无比心疼 福宝想回那场门没开 则是先饭桌生胖气引起爷爷的注意 是一个小熊精 有双胞胎后 爱宝赌门的次数是逐渐增多 主打一个有事没事找奶爸 在饭桌吃饭双胞胎在旁边玩闹影响爱宝食欲 爱宝会走向奶爸进出的员工通到门口 请求奶爸把梁小智带走 爱宝这智商可以说是在宝家族数一数二的 在门口带了好久迟迟不见奶爸出现 爱宝才慢慢往回走 起初到下班时间 爱宝还会将双胞胎调到员工通到门口 然后自己向房间门口走去 因为爱宝知道爷爷会来接双胞胎下班 就提前将双胞胎直接放到门口 给爷爷减轻一点工作量 到后来爱宝彻底不想带娃了 快到下班时间就直接躺在